这里是大型互动职场招聘节目 飞女莫属 欢迎节目主面试官 扑雷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坐 请坐 欢迎来到天青卫视非你莫属 我是兔雷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热烈的掌声送给下位老板 创立最新鲜的社区电商 为忙碌人群的紧急需求而服务 致力于打造极佳用户体验的OTO模式 耿乐淡蓝网CEO 淡蓝网是全球最大的同性交友软件 全球用户1500万 公司估值18亿元 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配音是我们上大学开始接触了 比较喜欢 然后没有想把它当成一个主要的工作 因为如果把自己特别爱好的东西 当成赚钱的工具的话 我觉得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尽量能找一份与我专业相关的工作 从一步一步开始 脚踏实地 仰望兴风 张燕仙24岁 河北人本科陕西师范大学 日语专业 大家好 我叫耿燕仙 来自河北苍州 今年6月份即将毕业于 陕西师范大学日语专业 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平台 想要寻求一份与日语相关 或者管理培训生 以及助理类的岗位 还有各位伴侣认为我合适的岗位 谢谢大家 你好 思敏好像是第一次 有女生穿过西的靴子 好酷 我觉得很有意思 上半身是职场 下半身好像是夜店 上半身很庄重 下半身很狂野 如果您在求职的时候 如果上半身穿得比较职业化的话 我建议的裙子 一定要穿职场用的这种裙子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一步裙 那它的长短在膝盖附近就可以了 这样是最好的 那如果假如说 今天您下半身可以穿这样 您面试的行业 可能比较时尚 也是可以 那就把上半身稍微打扮一下 比如说外套 鞋调一点 对 外套可以选择亮色一点 甚至说这个衬衫 不用细得那么严 这样感觉可能会更好 好吗 谢谢老师 好 我们来听一下推荐理由 对 其实 为什么燕仙这么打扮 我猜是这样 因为燕仙呢 她是一个特别喜欢日本漫画 所以她因为喜欢漫画 也去学日语 所以呢 她的下半身是二次元的 上半身是三次元的 你是几次元的 你那衣服是几次元的 我是2.5次元的 你是N次元 对 所以这个 另外燕仙呢 平常她在这个同学当中呢 她有几个技能啊 第一 她是 特别喜欢帮女同学做头发 心灵手巧 第二呢 她擅长帮同学解决情感问题 最擅长就帮助同学分手 所以她来应聘呢 也是想应聘助理 或者是HR专员 这一类的职位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我来推荐你 行 我们来聊一下 先说这个帮别人做头发 对 就是比如说 现在网上有很多 那种女生编发 基本上那里面出现的发型 我都会做 就是在我的朋友同学 他们如果出去约会 或者是去参加party之类的 他们都会来找我 帮他们做一个漂亮的发型 然后再出门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特别想请教你 比方说我的头发这么多年 都基本没什么变化 我们能改变一下发型吗 要不这样 你上来让她给你做一个发型 给你编一个 会浪费很多时间吧 不需要 要多少时间 很快吧 也就几分钟吧 对 几分钟可以 几分钟 来 掌声有请 寅峰 请坐 寅峰姐姐好瘦 要工具吗 不需要工具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站在那个 我们的设计师的旁边 然后问她这个整个的 你来呀 你来呀 快过来 快过来 好远你来 你不是适合组织这个吗 要到前面吗 来 感觉好像到了美丽敲家人 对 变成了 我是大美人之类的 对对对 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非你莫属之我是大美人》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其实想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造型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也是来头不小 她是来自咖啡之意的董事长 尹峰 我们的神仙姐姐 大家掌声欢迎 神仙姐姐 那过年的时候您肯定要出去 走心房友啊 那你自己印象当中 你应该想要以什么样的造型来见大家 本来过年呢 是一年比一年老 当然我想越来越年轻 然后让我们同学见到我 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这一定不要把我 我来 我来 一般我是大美人 都好几个主持人 好 这里 回到右边 回到右边 你知道吗 我摸起来你知道吗 是吧 有多么的光滑 是吧 那个手感 我就宁可变成她头发里面的一粒狮子 一粒狮子 一只狮子就躺在里面 一辈子你都觉得特别兴奋 一辈子不出来是吗 对 基本就是这样 来 如果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掐子的话 可以掐在上面 来 尹峰站起来 展示一下后面 还不错 可以吗 很棒 可以吗 好看 就这样吗 特别好看 怎么样 你自己满意不满意 好漂亮 看你个抱人的衣服特别配 所以你想招一个这样的助理吗 当然 特别想 对 每天给你做头发是吗 真好 但是我可舍不得让她每天做头发 我可以让她发挥更大的加持 好 来 谢谢 因为她太会审美了 那说说刚才说的 你其他的多才多艺 喜欢日本漫画 对 那日语怎么样吗 我的日语在我们学校属于中上等 我也曾经拿过奖学金 然后在昨天正好是我们的日语能力国际一级 它出成绩我已经合格 这个能力一级是所有除了日本人以外的外国人能够考的日语的最高水平 好 给她点个赞 我比较希望就是虽然我学了语言 我希望把它成为一门工具 需要用到这个语言 但是去干一些其他的工作 禁止于工具而已 对 来 第一轮选择 去活流 全流 不错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台 配音是吧 对 我有准备一小段 不用拦 不错 在去活流 下一轮选择 月儿 我一个人 你 我的名字 这是什么 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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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一个人 这 На 我的名字 我把这个名字 全都 我觉得 对 障选择 这 中文章 到了 没有 这是 你要是生根半叶这样说话 会吓死好多人 来几段漫画配音好吧 特别有特色的 我们挑两个老板来学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第一句话就是 我特别喜欢哆啦A梦 哆啦A梦可能经常会跟大熊说 没关系的 没关系怎么说来的 大丈夫 然后后面一句是什么 就是说明一件事发生了 是一件好事 然后发生过之后自己说 挺好 不错 我们这最有日文气质的 日本气质的周思敏 思敏先学一遍 就招财猫那个动作就行了 就招财猫那动作 来来来 好 来 太像了 小苹果 来 来 断东来一遍 刚刚断东的版本是什么版本 可以吗 还有女歌的呢 就是特别适合为那个抗战片去配音 因为我毕竟是找的跟日语相关的工作 在这一点上各位老板看出了我本专业的能力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这个姑娘的确基本的素质非常的不错 但是在整个面试过程当中完全没有展示出自己的职业感 因为她个性非常的教人喜欢 所以老板们对她还是比较宽容的 老师 我还有一个PPT 还有一个PPT所 对 这是我的大学生活 左边上边是我们班的班服 是一个熊猫班服 然后左边是我去渡江雁玩 然后右边是我去汉中看那个油菜花 这一张是我的作品 就是我为我们同学平时编头发的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左上角是我穿和服的一张图片 这个和服是我们系主任从日本带回来的 我必须打断一下 如果你今天求的是助理或者人力资源 你前面讲到现在 哪一个跟职场有关系 下一张是我的实习经历 这一张是 你太急了吧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讲这个 就是你前面铺垫了这么多 人家就不可以 就不讲不行吗 人家就现在讲不行吗 因为人家相信刘家勇你能 帮打理他继续继续解读 抓紧时间 前面一张 就一张 就一张 对 因为这一张是我的实习经历 它是我跟随我们公司一起去 燕山大学做的校园招聘 不是 所以燕山问题就来了 你看你有五张PPT 其中一张是你唯一有亮点的实习经历 然后你讲的又这么简短 我们希望了解的肯定是你关于你职场的 真实你过去有的一些经历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花大量的笔墨呢 你前面这四点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做明一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我的工作经历毕竟比较少 然后我觉得把它大篇幅的拿出来的话可能比较空 因为我确实没有干特别专业性的活动 如果你的重点你希望在有效的时间内达成你的招聘目的 那么你的PPT一定要非常精准 可能你认为你的短板是没有足够多的精力 但是如果你能成功地讲透一件事情 很有可能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 这一点我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燕山讲透了呀 他讲透了就是在整个这个表现的过程中 已经证明了他日语很好 我觉得如果我有这样的岗位的话 我一定会提供给他一个 那你言下之意就是你没有呗 对 对 那你废话什么呢 那你废话什么呢 因为大家先看好的是他的助力感和他招聘的能力 其实作为一个应届生 他唯一的那个经历就是在顺丰做那个招聘专员 对于应届毕业生 你看国外很多大企业招聘 重点是看什么呢 应届毕业生看你的一些课外的一些经历 哪怕你在学校里折腾我什么事 我赞成嘉勇 我觉得这个姑娘其实用过多的精力 在展示了自己的素质 而没有更多的聚焦在自己的能力上 那一个应届毕业生不展示素质 还展示 他除了素质之外 如果说能够从他过往的实习体当中 去拆除一些能力的话 但是如果他能把那个实习工作讲得特别 我觉得叫这个真有什么意思呀 我觉得陈浩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挺同意的 一个刚毕业的毕业生主要是展示自己的素质 还能有什么样的过往经历呢 错错错 因为他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还可以展示 未来十年在我们那工作的经历 不不不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必须讲清楚 如果这是第一环节 我们都不会这么苛刻 因为大家第一环节 大家对你的期望 只都已经起来了 我们12眼灯全流 已经证明了你的基本数据 没有起来 那么第二个环节 如果第一环节没起来 你为什么不逼他走 他就是刚毕业的 你听我讲啊 然后第二个环节 你有机会再提升你自己的能力 其实大家对你的严格要求 无外乎是你完全可以再拔纲 因为你有那些实习经验 你把它讲透了 对了 不用那么严格要求 我们创业都是没那么严格要求 不管老板们认不认同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做了比较充足的展示 他们能为我争吵 我也觉得还蛮好的 对 PVT展示这事呢 有一个比较容易的比喻 可以给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起讲 就是你的PVT 跟你的简历的逻辑应该是一样的 讲自己 讲自己最擅长的 讲自己的主要经历 但你的邮寄 你的散文 你的所有的这个活动照片和记忆 放在最后作为爱好特长来展示 你需要在最快的时间 把你的最好的亮点拿出来 来我最后问几个问题 第一 最低不低于多少薪酬 如果是在北京的话 我希望是5000家 第一项是什么工作意义 第一项是与日语相关的岗位 但不是纯语言性的工作 第二类就是管理培训生或者助理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成绩还不错 还有8点钟 来叮一下他们最先的职位 从梅向荣开始 我们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银科留学和这个旅游板块的 日本商务助理 王文刚 油曼集团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其实这是管理培训生 工作地点在北京 思敏 思敏给你留的工作呢 就是我们旗下的一个 金百合商学院 关于跟中日友好的一个文化交流的 这样一个项目的助理 尹峰 咖啡系给你准备的岗位是 今年的明星子品牌项目事业部的助理 陈浩 爱看漫画的人啊都有一个特别善良的心 而且在乎别人的感受特别敏感 一定是适合干人力资源的 我给你是我们集团加盟事业部的 人力资源的管理培训生 来 佳勇 你来呢做我们PVGO项目的招聘总监助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下一位 我提供的岗位是人力资源的助理 怀哲 解决网的海外旅行 海外婚礼和海外医疗的业务 其实客服和商务 这两个职位都应该有适合你的地方 另外呢就是 正好这两天我也编了点辫子 然后一年我大概也会编一两回 希望你能拿我练手 好开心啊 因为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如果漫画当中好开心 日语会说什么呢 雅踏 雅踏 八盏灯灭掉六盏留下两盏 回到这儿可以吗 可以 开始 不好意思 颜总不好意思 非常喜欢你 没关系 任何时候欢迎你来找我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 不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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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意外啊 什么都留下了 有请梅向荣 陈昊 好 谈钱不上感情 请在屏幕上写下你们的薪酬 来来来 五千加五千加一抹一啊 在这个环节 关于待遇薪酬 你都可以跟他们商量 有 有 两位老板的家号是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第一 我们觉得我们人力资源模块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 我们人也多 你有充分的专业的锻炼机会 他们我就不知道了啊 不知道就别说 我没说 我说不知道 你这家号那也太虚了啊 你这家号那也跟钱没关系啊 我们看他未来落在什么项目上 我们连招聘都有提成的 因为你这是讲薪酬啊 实际上我跟陈昊良 实际上都差不多 差不多 实际上我们给你提供的五千呢 只是一个基础岗位 就是将来你真正到哪个岗位去 那么他有相应的绩效的考核 好 来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确定没有了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银科绿云 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银科绿云 去吧 因为首先这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 然后我觉得它给我的岗位 也是能够与我专业相关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所以我选择了这家企业 我为什么这么早出来工作 包括不去读大学 因为我觉得出来干五年 比很多大学生在大学里面混三年 来的更有实际意义一点 多接触几个行业 多接触几个门道 会对我自己有好处 我想做的就是一个全能型的 人才 李培文 27岁 浙江人 中砖 宁波新港之高 国际贸易专业 大家好 在座的各位博士好 我叫李培文 来自浙江宁波 今年27岁 来到菲尼莫属的平台 是想要寻得疑问 一份跟运营相关的工作 最好是营运助理路手 那么从16岁到27岁到现在为止 就一直工作到11年 那么今天来到这个平台 也希望各位老板 推荐给我一份 觉得我适合的一份工作 谢谢 菲尔老师好 这是我的简历 沐妍老师好 来 你的推荐理由 对 那个 李培文 中砖没毕业就工作了 然后呢 正经的不正经的工作 也干过15 十几个了 在大牌档干过 然后在眼镜店也做过 在酒店也做过 然后也做过直销 自己挣了一些钱 本来呢 还想加盟咖啡之意 然后钱不够 不够呢 然后就有那种金融公司 忽悠她 说可以这个 迅速地让她的钱增值 然后这个钱就没了 所以呢 对 菲尔老师一个生活经历 和工作经验都比较丰富的 这样一个女孩子 所以我觉得呢 做运营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推荐你 谢谢 其实一览这个 李培文的工作经历啊 我觉得工作经历固然丰富 但是让人感觉 印象最深刻的是 你多次的遇人不熟啊 是吧 不光是被骗前 还有很多 其他遇人不熟的一些经验 对 第一次被骗的话 就是被骗路传销 在互联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 也聊了一段时间了 当时是特别想离开一个地方 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份工作 是在大连 到了之后才发现是一个窝点 然后在那边被洗了一个月的脑吧 然后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的话 就是前面第二份工作 做工程管理这一块 就会经常跟甲方 建立这一类的人去打交道 然后呢 我们去会经常涉及到一些应酬 我要设计去跟甲方去报这个工程款的 就会出现 晚上出去应酬一下 吃个饭 一次两次 我觉得工作的一个需要是正常的 但是时间多了 久了 而且过届的时候 你就有一点点的招架不住 甚至我现在招架的住的一个情况范围里面 我去全身而退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 然后再次离职这样子 而且我在这里上面有一条是说 你必须要离开北京 不能在北京工作 为什么? 不是必须离开 是最好离开 是最好不在 为什么? 因为这里呢有一段自己的感情吧 不太想在继续这里流泪 想断掉 我这里写的是 你之所以离开北京的原因 是想避开朋友的男朋友 因为与朋友的男朋友有瓜葛 是这样吗? 对啊 这是一段感情嘛 想断掉嘛 就是 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怎么跟朋友的男朋友又有感情? 我 朋友的男朋友就有所接触啊 有所接触就可能 会有一定的相互的喜欢吧 不是 裴粉 你现在 那你现在已经不喜欢这个 你现在也不喜欢这个 你的女朋友的 有些人喜欢不能在一起的呀 对 你现在已经放下了 放下了你就在北京继续工作 不就完了吗 他 他 他没放下 他没放下 你还要离开 有些人你不见面可以断掉 有些人一旦见面就是会导致你 因为本身比较感性 对 理解吗? 理解 你就是因为感性才会有被骗的感觉 我觉得她是外表是铁汉 内心是柔情 其实她是一个很感性 没有理性的人 那么对待男女关系处理上 她完全没有情商 所以才会这样子 在我这个简历上面写着 你还有别的地方的育人不熟 你似乎老头上坏了 最近的一次吧 也算是被骗得比较惨 我现在的对象呢 她的一个同学 在担保公司里面工作 其实我今年是我赚钱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我放心地交给我的对象 我的对象放心地交给她的同学 多少钱? 我们差不多一共38万 38万 38万 对 我这笔钱的话 原来第一个想法 确实是想加门咖啡之一的 然后现在是没有这笔钱了 然后整个的金额是1.4个亿 我们所有都已经报案了 对 已经回不来了 对对对 38万里面你自己投了多少钱? 我自己10万 你自己10万 总共是你几个朋友38万对吧? 我对象和她妈妈 你给 你把钱借给她 年化收益多少? 差不多是15个点 15个点 OK 这个年化收益是非常高的 对 是很高 所以本身就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东西 这个我承认 自己去投资 你是比较贪婪的 你要15%的年化收益 对吧 本身这个就是很高风险的一个东西 这个首先是你自己比较贪婪 所以你又没有去总结 你又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 当然 如果我不存这笔钱的话 我这笔钱就不会消失 所以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 可能我觉得人在这个社会上不被骗 不正常 骗了长一点知识也是好的 我不相信在座的各位没有被骗过 不管是哪一方面 然后呢第二点 自己防范意识 知识病院的一个积累是一个欠缺 所以我可能上当的成功率就比较高 还成功率 上当的成功率 上当的成功率 我都一直听说上当的成功率比较高 你是多想上当啊 对 还有什么问题 可能目前就这两个 刚才说了一个你最重大的问题 贪婪 这不是问题吗? 不 这个我反对 每个人都是贪婪的 其实我认为他刚才讲一点是对的 你这样说就没有任何意思了 我们每个做企业的 你这样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是人都有贪慕虚荣的一面 但我们所指的贪婪肯定是超出了正常的贪婪 他世界上有多少人像裴门这样就没有那么足够的知识 不是 没有这一点千万不要去误导 因为他是把他们自己他和他的对象和他对象母亲 三四八万应该是你们所有的积蓄对吧? 对 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被骗走了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它是弱势群体 第二 从我们企业家我们要反省我们做的每一个平台 并不是说每个平台都是正确的 他提的要求也是合理的 我们既然搭了一个平台 就要尽可能的去保证这些平台的安全性 让百姓们相信 我说这也没有错 所以邓总你要说一句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一点是 不是所有的担保公司我都投 有一点你一定会很信任你的太太 你一定会很信任你的老公 对不对 所以我把我的钱心甘情愈地交给我的对象 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是说轻轻意义就是投资这家公司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你可以讲一下这家公司 你是为什么你老公会 或者你们一块去 第一个他同学在里面 第二个他同学是有里面的一个高管介绍地区 我觉得这是在偷换概念 偷换概念 我所指的意思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贪婪的一面 任何的评判标准也都有缺漏 我们所指的贪婪是 你把所有的积蓄全部都放进去 是 这本身是一种贪婪 是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所有的积蓄全放进去 没错 我觉得李佩文他之所以一直被骗 长期被骗 原因是因为他的江湖气太重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的气质 穿着 包括他这个简历里面 写的很多一句话是吧 你是公司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觉得整个你给人的感觉江湖气太重 给出这个评价词 其实我还是觉得有一点措索不及 第一个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评价 第二个我不认为我身上有江湖气 第三个把它叫为江湖气 为何不把它称之为根界地气 我那个什么 我听了半天陪文 其实 这没问完呢 不是没问完 你听了半天你没发现都是 戒钱是发生这事之前 陪文你能在这里面给我找点业务问题出来吗 我不想听到一个女生在这 生活当中始终被骗或者怎么着 你这个问题已经让我开始 对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有疑问了 刚才哪位刚才老板说的 你的江湖气很重 一开始我还挺不认这句话的 但我现在听你讲了很多事 我实在看不出来你的十一年的工作经历 今天站在这个台上 能让我看到你有什么职场的发挥余地 王维刚也梳个背头也围个围巾 跟江湖大哥似的 他说你江湖 我怎么能看不下去 我这个叫文艺 你那 好不好 哥 你有点审美没有 让现在的孩子们看看 什么叫江湖 什么叫文艺 你也可以站起来看看 同学们 你们说这是叫江湖还是叫文艺 江湖 我觉得挺文艺的 挺文艺的 其实因为我们是做法律的 最近实际上在全国 发生了很多起这样的投资人 血本无故的情况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实际上担保公司 它只能从事担保这个经营 不能吸除 也不能对白投资 通过这个节目呢 也是告诉大家 就是你在投资的时候 不要单纯的因为投资收益 你要看到它相应的资质 相应的基本条件 这样的避免你投资的巨大损失 我觉得啊 这事儿 第一点我从来不搞投资 这一块的理财 你别解释 你解释 现在没什么力度 我替你解释 好 谢谢 大家都在等着她说她贪婪 她傻 大家都认为是笨的表现 我一点不觉得 她信任别人 她比较容易相信别人 比较积极 这有什么问题吗 这人性品质优良的一面 我觉得 我想说一下 只是你没有这些 基础知识而已 说白了是你男人被骗了 对吧 对 不好意思 平时的想会想力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去 想要的一个细节 但是呢 就这一件事情而言 我是完全否认 这也是导致我在台上 一直情绪波动比较大的 任何的被骗都有双方面的原因 不是说就你们傻帽 各方面都有问题 但我们检讨的时候 一定先检讨自己的问题 有些人被骗了 反而不敢说 觉得这是个羞耻 但恰恰是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不敢说 所以导致了某些平台的 肆意认为 这也是我们虚伪的一面 说得好 但是今天在应聘的过程当中 我们想听到 他对这件事情自身的总结 是什么 谢谢刚才大家的社会讨论 第一轮选择 屈阔流 还有五盏灯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有什么PPT是吧 对 来展示一下PPT 这一张呢是我是谁 已经拥有十年的工作经验 有过上台演讲的一些经验 说实在今天出乎我意料的一点 就是我流眼泪了 下一页谢谢 这一页所有展示的能力 都是我上一份工作的一个积累 虽然现在情绪比较激动 在淡定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还是开过百人 甚至差不多到千人的一个招商活动 我有讲解过的 我能为企业做什么 我做了一个调查 是餐饮这方面的一个调查 那么我的一个目标呢 是成为这家企业 从营运助理切入 再到成为这个营运总监 或者更高的管理职位 然后下一页就是谢谢 主要各位老板新年快乐 你今天有一项企业吗 有 哪几家 第一是咖啡之一跟韩树 第二就是五八同城 其实我的目标只有一个 我想在韩树里面赚了钱 做这个咖啡之一 或者说通过互联网的一个方式 把我自己想要的咖啡厅推广出去 最终还是想做咖啡厅 但是想到韩树那儿就赚钱 是 你说一下这个思路 为什么你觉得在韩树能赚到钱 第一个我想跟女老板 我觉得同样是老板 同样的成就 女人成功更不容易一点 你为什么觉得在韩树 一定能赚到钱呢 因为韩树 最可气的是你说 赚完钱再去咖啡之一 对韩树其实在营销管理这一块 还是比较完善的 我缺的是管理 而不是缺的是销售额 所以你学到的是能力 并不一定意味着 你一定能赚到钱 但是我只要销售额上去 我的财富是自来而来的 你们帮我做好巩固 我只要能够把人聚集起来 然后跟你们身上学到经验 难道不是更好吗 我需要借力 那你最后是为了赚钱呢 还是为了 我从来就是有一个 想开咖啡馆的一个梦想 如果咖啡之一不选择我的话 那么我就会 以一个合作商的方式 去跟他合作 反正就是要跟他合作 挺好的 其实郝影在韩树也是想 再来五年赚够钱开咖啡馆去 你怎么知道 我开的 赚钱是人的物质需求 咖啡馆是人的精神需求 这是对的 但是你这三家 三家当中灭掉两家 还好最后的目的还没灭 好吧 这个没有关系 那我们具体再说一下 你要求的薪水不低于多少 五千 不低于五千 第一的职业意向是什么 好 港湾意向就是营运这一块 运营这一块 没有第二印象 对 好吧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因为第二印象全部给我灭掉了 没变 来听一下他们K线的职位 我觉得你离互联网稍微有点远 但如果你要选择一家网络公司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网络运营的职位 好吗 在北京 在北京 佳勇 我愿意给你我们PVGO项目的 市场部的活动执行 而且你充分地发挥你过去带团队 而且迅速赚钱的梦想 第一点 第一点在北京 陈昊 裴文 我给你的是我们 我们集团加盟事业部的 商务拓展方面的这个专员企 但是过了试用期 可能我就会升你做主管 既可以在北京 也可以选择你想去的城市 尹峰 裴文 咖啡机给你准备的岗位 就是你想要的营运助理 虽然在刚刚整个提问棍中 对你的专业考问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些东西非常打动我 比方说可能你学历不高 但是你能表达比很多学历高的人更好 你是经历了很多坎坷和困难 但是并没有低头 你现在还是一腔热血 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 我相信未来我们在一起工作 职场上更多的伙伴 你也会跟他们一样 学会更多的理性判断 然后保护自己才能保护团队 咖啡机欢迎你 谢谢 我特别佩服尹峰 其实在座有些老板灭灯了 可能各种原因都有 我相信可能有些老板就是因为 配文学历低 然后呢在江湖行走过 精力比较丰富等等 有些老板就觉得这样的员工我不用 我认为也许他不适合你的企业文化 但我觉得你也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一种歧视 好吧 其实我觉得懂我的应该都是 比较感性的一个老板 包括像尹峰老总还有那个沐妍 因为他两个其实对于 在我以往的一个观察过程当中 也是比较感性的 他受到我心里了 谁受到你心里了 我以为沐妍受到你心里了 对 他也有 沐妍也受到你心里了 你曾经受到过很多歧视是吗 没有 没有 我从来不觉得歧视 我没有读大学 就是没有读大学 我也很羡慕 那你为什么要一时泪眼连连呢 没有啊 确实十一年过来 到现在没有很多总结 没有很多结语 我不是想要一夜报复的人 我是真的很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得到成功的一个人 那接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五盏灯当中 灭掉三盏 留下两盏 回到这儿去吧 谢谢你 加油 谢谢 谢谢 加油 谢谢你 好 有请尹峰 陈昊 弹琴不上感情 今天什么日子 我怎么老当陪练 接好了吗 你接一下 来 有个问题可以跟两位老板商量 我想请问颖总 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加到五千 其实我们所有的管理培训生和营运助理 如果你看过电视你都会看到 哪怕是本科毕业硕士毕业 我们都不会超过五千 这只是你进门的工资 不同的职位它有一个级别工资 对 我们的营运督导本身的工资级别 也是区别很大的 我想请问如果比如说现在的一个我 你会希望我将来的一个发展途径是怎样子的 你会给我一个怎样的发展途径 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发展途径 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发展途径 你的逻辑有点不对了 你自己要开店的 那是你的梦想 我要成功地把店开起来才行 对啊 你就攒钱就好了嘛 对 所以我要选 你也可以选择来我这攒完钱去开个咖啡店 好 我问一下 如果当初三十八万没丢的话 也许你不会来这儿 直接加盟了咖啡之一 也会想去学习的 也会想去学习 那你觉得从今天的这个职场开始 到你成功地开一家咖啡店 你打算用多长时间 三年之内 三年之内 如果三年之内没有达到呢 再来找你 再来找我 好吧 来 咖啡之一 优胜教育 好好考虑一下15秒钟 咖啡之一 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咖啡之一 所以辜负这个林总对我的一番期望 从大学本科毕业开始 我就一直在折腾 从中国折腾到日本 又从日本折腾到美国 我想做的事情 是在我行万里路的同时 能读万证书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 我希望能通过今天的面试 把我这些年漂泊的这么一个心 把我稳定下来 因为我是真的想回家了 谢宇丹 31岁 天津人 博士在读 德雷塞尔大学 电子工程专业 大家好 我是谢宇丹 30岁 天津人 毕业于美国西德州农工大学 工程技术专业硕士学位 现在是美国费城Drexell大学 电子工程系的一名博士在读生 我从中国走到了日本 又从日本走到了美国 今天我走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想通过今天的面试 寻求一份跟能源电子通信 互联网相关的工作 或者是各位老板觉得我适合的工作 谢谢 傅老师你好 这是我的简历 你的推荐理由是 宇丹是一个让我非常纠结的选手 因为她求学经历非常的坎坷 然后读到了博士 拿到了很好的奖学金 但是她居然现在想要放弃了 因为爱情 所以 到底《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应该成全她的个人幸福 还是成全她的个人的职业规划 我觉得可能今天 各位过来人给给建议吧 这个推荐理由有意思 那我们就说说这个 谢谢傅老师 先说说这个事 你是从哪到哪再到哪呢 你刚才再说一遍 我是从中国到日本 到日本 又从日本到美国 到美国 从中国到日本 是因为我工作签证去了日本 当时在日本的一家室内设计公司 做3D设计师 后来因为这个 从工作签证转到学生签证出了问题 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想 那既然你日本不给我这个签证 那我就不去了 我要去一个比日本更发达的国家 所以我选择了美国 斗气是吧 一部分 但是还有一部分 毕竟是我自己想读书 你去日本是为了求学 从日本到美国是斗气 从美国回来是为了爱情 因为 听说你一年要飞四次 光机票费也不得了 对 所以我和我老公 而且还是裸婚 对 我和我老公认识大概三年的时间 我们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人人往上认识的 然后从此之后 就开始了漫长的痛病快乐的一国之恋 他在北京 他是一名脑系科的外科医生 很适合你 真的很适合你 不是 你们异地恋恋了几年 然后结婚呢 两年大概 两年 中间没怎么见过面 只要有假期我都会飞回来 他们不单是异地恋 还是异地网恋 还是跨苦 对 还跨苦 没有见过面 没怎么见过 这很正常了 那就加起来就见面见俩月 就领证了 诚哥我跟你说个事 我跟他是同学 我们同一所大学出来的 那一个大学 你是Derek 我是Texas 你们俩认识吗 我不认识 我比较早睡十年 但是在美国的话 异地能够撑一年半以上的 我们叫王牌 一般没有人破这个记录 这个比较罕见 但杜老师有个信息 要不需要明确一下 他现在其实还是博士研究生在读 然后呢 你不需要跟各位老板明确说 你到底是要来找工作 还是要放弃学业 这个态度我觉得很重要 如果我今天能找到 一份合适的工作的话 那么我可以申请 电子工程系的硕士毕业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不完成呢 还是因为爱情 因为那个时候 我没有想过我会结婚 没有想过我那么快会结婚 然后现在我竟然有家了 你怎么就结了呢 你没想过你怎么就结了呢 还两年没见起字面 你就结了呢 还从大洋彼岸飞回来 你怎么就结了呢 就是 也是对彼此的信任 而且是一种承诺 承诺 对 你今天来求持的薪水要求是 不低于多少 税后六千以上 税后六千以上 有低于的限制吗 必须北京吗 北京 必须北京 最好北京 最好北京 但我听你的逻辑有个问题 其实你已经为了这份爱情 已经决定放弃学业 并不是说今天找到工作 你就要放弃美国的再读 对不对 那个是我的一个后辈选择 如果我在国内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好工作的话 那么 那你为什么上来 你就把自己定成六千家 而且是要进 就是税后六千家 然后你这样几个门槛一定 找不到工作 你再回去读博士 那你的老公怎么办呢 就是你这个逻辑关系 这个我说一下 陈哥 你让他来讲 不不不 问的是他这个问题 别帮他解释 第一个就是你的逻辑关系 现在告诉我们 你要在这里找到工作 你就不回美国了 然后我们 我还有一个学期的课程 如果申请硕士的话 还有一个学期 对呀 只有一个学期而已 对 我觉得有时候压力免成 就忍一忍就过去了 不 陈哥这样的 是这样 他的实际上 宇丹的专业是电子工程 在美国的话 是比较好的专业 他的专业如果毕业的话 在硕士毕业的话 拿六万美金一年的话 不难 不难 你还是因为爱情 愿意接受六千人民币 一个月在北京 是吗 是 这哪是因为爱情啊 这哪的 不爱哪 你一个人 我们还到现在 连你自己 你的爱情怎么啦 你那丈夫拿枪顶着你 不回来离婚是怎么着 没有 因为 我们两个有讨论过 要奔着往一起的方向走 那他跟你出国呗 可是他是一名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怎么了 到美国奋斗奋奋考试上去 本质 是不是 他的收入比你高 是不是你的丈夫的收入比你高 他怎么着放弃十分 多少倍的薪水回来更难啊 没有 他的收入 他收入也不低 人家男人在国内在讲 你让他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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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试图在解答 你能答出他的问题吗 你跟我讲外语是吗 你英语好 你是英语好是吗 冷静 我 我懂英语 你讲的没有用啊 因为这是在选手面试 我不是在面试你 你就冷静 不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面试选手 应该足够尊重选手 你讲的英语算什么 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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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选手自己来回答 来 女单 不怕 慢慢来 在不同的角色里面 他会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决定 所以说 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他们可能是站在 就是为我的将来考虑 就是觉得 我不应该放弃我的学业 我觉得 幼稚 不是 你被吓住了吧 对 你这个时候需要脑壳医生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我大概听出来了 老公在现场呢 在是吧 听听老公怎么想的 在现场是吧 在现场是吧 谢谢 现在这样 放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是那个 他硕士结业 然后放弃博士 然后回来工作 然后一条是那个 我这边辞职 然后过去 然后那个 陪图 但是那个不管哪样 都是我们肯定是 要回国的 因为我俩都是独孙子 不可能把父母 放在国内 就这么不管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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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个 这个 我觉得小伙子 还是你的问题 你说假话了 你如果真支持他 你这时候 应该积极想 我先问你 你一年有多少假期 支持个啥呀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 你先让我问完 这时候 这时候是个爷们该说话的事 你有多少假期 没有 即便是 我一般是一个月 就是说这种 单天能拿出来的 有两天 然后全年下来 就是如果不换班的话 两日连续 两日以上的假期没有 请假会不会开除你 不会 可是 对吧 你有多少假期 寒暑假总有吧 到独博后期之后 没有寒暑假 家前有多少假期吧 可能感恩节有几天 感恩节 圣诞节有几天也就这样 哇 这是父母包办婚礼 陈昊 您是要干嘛 你还想说什么 不不不不 让他说完 让他过个瘾 你还想说什么 我本来认为啊 他请请假 凑点日子 他请请假凑点日子 一年在一起 又个两三个月 也可以了 没有 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在 特别大的伙计说 心会想夫妻 别听听我说的时候 人家愿意这么选择 这不是要帮忙吗 要算 我觉得陈昊今天太好玩了 他好像那个封建家长 你知道吗 当时我听到他大声说话的时候 那时候我真的很想 去拿个窗口电话 贴起来了嘴巴 说不要吵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女人的角度 我支持你当这么做 我觉得一个女人 最重点的是 应该把自己照顾好 再来照顾事业 以及其他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选择 没有错误啊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还有期战争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 有PPT是吗 对 大学期间我是我们系 唯一的一名女班长 而且一干就干了四年 这个呢 是我在德州读演的时候 参与的这个工程 这个是德州一个学术会议的 一个照片 我做了一个演讲报告 这个就是我之前获得的 那个优秀学生工作者的 这个称号 是近十年来唯一 获得这个称号的一个 国际留学生 你这上面写的都是一些岗位 一些这个行业 新能源和电子通信相关 对 你的求持意向岗位是什么 第一意向 岗位可以做偏技术 偏技术类 对 然后因为我不太想浪费我 这么多年学的东西 您所理解的偏技术 你能做什么呢 基础的研发 研发 基础研发 你能做吗 我没有做过 不是 研发也太广泛了 研发哪方面的研发 就是 为什么说不说来呢 你看 其实老板们刚才 为你争吵的这个问题 真的存在 如果你在你的专业当中 继续读下去的话 你完全可以 在美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是你今天回国 可能你的这个专业 想要找到一个对口的工作 至少在今天这个机会当中 是很难的 谢宇端是一个 宁可为家庭习生事业的一个 回归家庭这个事情想好了 那么找什么样的工作 展现自己的价值 这个他根本没想好 我特别支持他回去 好好地把学业完成 因为他过去那么多年的经历 你看他两个国家的留学经历 用了这么长时间 一夜之间放弃掉 这个赌注太大了 来 问一下你站五 你在看到他这些辉煌的历史的时候 在想到他到目前这个舞台上来 回国 为了一份爱情 甚至说不清楚自己 要做什么岗位的时候 你做何感想 从那个为我的爱人的事业来讲 我其实挺希望各位老板 能把他说服回美国的 说服什么 把他说服回去继续夺 因为夺到这个份 就是今天都灭灯是吧 嗯 是这意思吗 好 说服但是对他的能力要有肯定 全灭了灯 然后他会觉得很难过 你们要肯定但要灭灯 那我真的认为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而且他是想跟你过一辈子 只有是愿意为你过一辈子的人 才告诉你 你下一步应该完成什么 然后对我们将来是更好 我真的为这个男人点个赞 好 这该理解的也理解了 这小伙子也说实话了 你觉得我们可以开始灭灯了吗 来吧 还要问吗 还有话题要问吗 不问了 不问了 第二轮选择去婚 真留灯啊 他老公对我们的要求 好 我们老公对一个要求 是把灯灭了 我想应的 只要是我们支持他 但是又把他劝回去 谢谢 我一句话没说 这么坚挺地响应了 你傻呗 你从来没这么劝化过 这姑娘不错 你们这不是我被忽悠 好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十位 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想法 从思敏开始 因为我们今年的 启动一个新的项目是 国际丽人会全球选秀大会 我这边非常需要一些 有海外背景 懂英文 懂这个日文 懂一些语言的 这样的主席的秘书 罗敏 去分期愿意给你一个 管理培训生 这样一个滋味 我是比较支持你的 我是觉得人生除了事业 其实我觉得 爱情是比事业更重要的 咱爱情是不可以分期的 此处应有掌声啊 敏锋 开不知一位 于丹流的职位是 高级管理培训生 好 陈昊 那我们也投资这个 线上的教育 叫苗提 那暂定就是 苗提的这个 CEO的助理 谢谢 张盈 技术部的助理 休斯顿 由我们自己的这个 小的研发团队 和国内团队一起工作 谢谢 乖哲 我们有海外旅行 海外医疗 海外婚礼的业务 需要英文好的人 然后也需要有海外 生活经历的人 来做商务的工作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 都说爱情万岁啊 但爱情往往不能偿命 这十几年的爱情 也变成了匆匆那年了啊 所以说每个人不光有爱情 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 和自己喜欢的事物 那是一种支撑 接下来在六盏灯当中 考虑一下灭掉四盏 留下两盏回到这儿 可以吗 好 开始 非常感谢你 非常感谢你周总 非常喜欢你 觉得特别漂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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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灭了 谢谢 他不会自己全灭掉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有请张盈 陈昊 谈前不上感情 恭喜陈昊又做陪恋 这次我肯定不是备胎 你又做备胎了 你老公一直叔叔可怜地看着你 来 在屏幕下写下你们的薪酬 税用期一万加 这边是八千 我能跟你这么分析一下 你的骨子里还是比较 他是稳定的一个人 是吧 这里头有一个企业的 他经营的时间很长 基础业务积累也不错 给的薪水也还可以 如果说另外一个创业型的企业工资 但是能够再给高一点的话 冒这个风险咱也值 但以目前这个情况来 他没有竞争力 这个可以重新加 那个爱情万岁 如果真的留在北京的话 我们还有子女教育的 你加 我也加 真是 我觉得 这宇丹如果说 他完成了硕士学位 然后他在美国 能拿到提供的话 至少是年期六万美金 这是正式还是适用 正式的 你们直接给正式吧 要提就提零薪嘛 对 是正式适用的 我们公司再谈适用就low了 这是正式的是吧 我这还是适用的 跟他一样 他两千美金嘛 也一万二嘛 哥 我十四个月 我也十四个月 谁没有啊 我们教育公司 我以前读过十三个月 我这新创的 我给十四个月怎么了 这样的alpha 在我看非常的扯 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个社会 对于职场上的正常判断 对于他这样一个 学基础电器工程的女生 这样的价钱在北京 其实可以找到相当好的 互联网人材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 明明这个人 这个选手是要回美国读书 两个老板在疯狂地加薪水 是不是以为不可以签 不用签合同啊 而且整个过程中 如果我冷静地说一句话 其实李丹的职场 还没有做好准备 你们判断是拿预期做的判断是吗 因为你那是一个不错的大学 对吧 读着一个那么牛的专业 按理说 我讲良心话 以我们这种企业 这种背景的企业 在互联网人才里 在TMT领域里去抢人才 我们成功了有多少 段东知道 对吧 我不用薪酬去抢 我还用什么去抢 我理解你 陈浩 我还下跪啊 但是我就问你 你招待做你的这个事业的技术 做哪块 你他能做什么 就他的拿到这份薪资 和他匹配的工作是多少 不是 我觉得这个刘家勇 这个提的有点过分了 我觉得那个陈浩和那个张总 对 他们给的这个薪资 以他的大学历背景来说 其实并不高的 不 如果是在他本部 首先在他 张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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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他妈那人搁一边 咱俩先说 咱俩首先觉得是不是爱情万岁 是 如果他愿意回美国 我们支不支持 你回美国 我那边还有一个小组等着你呢 对吧 你好好的 是不是咱也支持是不是 支持 他要留下来我们也给钱 对不对 对 这不就完了吗 来 谢雨丹的整个过程当中 完全变成了一个 因为爱情和匆匆那年的故事 就是这样的一个职场面 是在我看来是完全失败的 但是他最后因为爱情 因为对人生的一个正能量 得到了老板的赏识 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幸运 选择是你自己的选择的理由 他们已经开出来了 你可以接受 你也可以不接受 没有问题要问了吧 没有了 好 接下来好好考虑 15秒钟 所以你的选择是优胜教育或者是爱先锋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优胜教育 可能他们还是出于一种对我的爱护 但是我自己觉得 现在每个人的生活追求不一样 如果我为了这个学历而要牺牲掉 我和我老公现在就是最好的 在一起的时光的话 我还是愿意放弃他的 小伙子 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他留下来了 没说服成 他能感受 我回去接着 他已经有工作了 你还说服他干嘛 而且薪水也还不错 选择权在他 最后还是 你果然是一个脑神机一个的医生 对 小伙子 那个小伙子 你是高兴吗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今晚睡着都要笑 说实话 以他今天的表现 拿六七千块钱是正常的 今天是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舞台 以他的表现拿到了一万二的工资 然后又回国了跟你团聚了 就笑吧 我作为一个刚才被片灭灯的 我能说一句话吗 我实在认为你刚才那句话 让我很气愤 你用了你的勇气 用了你笃定人生去追随爱情 我筐机把灯灭了 结果下来一会儿说 你继续劝劝他 继续陪陪他 你如果是个爷们儿 你就来一句 媳妇留到北京 我负责 对 好 还有 我觉得我被骗了 如果你有空 你只是觉得自己被骗了 如果你有空 用你的医学的专业知识 帮他看看 没问题 祝你们幸福 你一定要坚持一下 好不好 好 掌声有请下一步 因为干主持吧 收入不稳定 最近我也去过几家公司上班 但最后都没有继续留下去 作为一个来北京有梦想的人 不甘于在学校里 普普通通待下去 我是不怎么喜欢闲着的 所以我还是想找一份工作 现在北京稳定下来 越努力越幸运 不管你在什么岗位 你获得多大的成绩 努力是很重要的 黄光泽25岁 湖北人 大肆在读 北京林业大学工业设计专业 现场的双位老板 徐瑞老师 福德老师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黄光泽 来自湖北 今年24岁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 工业设计专业的大肆学生 在大学期间我休学过一年 曾经做过房地产销售 做过保险代理人 也做过酒店服务员 酒店门童 那么在大四的时候呢 我开始做兼职婚礼主持人 和商业活动主持人 今天来到飞里莫属 想求得一份讲师 培训师 或者储备讲师 或者主持人 等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我推荐理由是 光泽本来是一个不错的大学 然后呢也有一个 很有前景的专业工业设计 在大二的突然有一天 他发现自己对说话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就开始追寻这条道路 勇气可嘉 所以非你莫属愿意成全 有梦想有勇气的人 但是如果真不适合呢 今天对你来讲 也许是击碎你面对现实的 很重要的一刻 一起面对吧 好 谢谢许任老师 为什么那么喜欢说话呀 首先呢我在大学呀 有几个比较特别好的爱好 喜欢看书 喜欢在网上看一些 管理学的讲座呀 平时在学校里 也是喜欢跟朋友一起聊天啊 谈论一些生活中的趣事什么的 所以这个爱好 但你要知道 虽然说都是说话 这个培训 讲师 又或者是主持人 他不一样 对 但领域不一样 对 但是也能圆为一个讲台的梦想 因为我想要么在讲台上 要么在舞台上 那这两样你干过哪样 两个都干过 哪个干的比较爽 主持人 我是在14年的3月份 报了一个婚礼主持人培训班的 还有这种培训班 有 北京多了序了 学费贵不贵 学贵贵不贵 当时的学费原价是2980 还有年价 还有 改名咱俩一嗨 真是 那我那个 红白事全包了 那我 你做白事我做红白事 你们发现他讲2980的那个时候 那个八心八转的感觉来了 就学的怎么样嘛 学的还行 我应该是我们同一期毕业的培训学员里面 应该是做的最好的 因为很多学员呢 他们普遇接不到活 所以他们最后都老老实实地回去上班了 对 那我依然还在坚持 对 那取得了什么成绩呢 凭什么说你是最好的呢 难道就是坚持就是最好的吗 应该说我同一期毕业属于最好的 那你的成绩在哪儿 你怎么说不明白 你还说话呢 对 是这样 比如说一年你结了多少少活 对 挣多少钱 哎呀啪啪啪怎么 开场有多大 是吧 那么活动呢大概30场左右 多数都是在一些群里找的 自己找的 出场价多少呢 低的有200300的 甚至有100的 但是到婚礼的 婚礼的话可能高一点 600800的 最高的就1200 其实在你的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 主持也有 讲师也有 但是你做讲师工作好像不太顺利 对 为什么 工作了多长时间 只有两周 两周 对 为什么 领导觉得我不太合适 让我离开了 他们说你哪儿不好 首先产品不太熟 第二个 讲的时候气场不足 气场不足 对 除了讲师 你没有干好之外 主持呢 因为主持这东西啊 它有时候活多 有时候活少 跟自己那个勤快程度有关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是多劳多得 如果你要是每天 跟勤快有关 就是你有没去是吧 不是 没有去找 因为客户 他不可能主动联系你 只有你去主动去找他 去联系他 我在这看见你休学一年是吧 对对对 你是干过房地产 干过酒店门童 干过人寿保险 对没错 但好像都干的时间不长 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当时见证人很多嘛 多数也是学生 有的 你能不绕吗 直接说原因 就是因为不开单 不开单 不挣钱 不挣钱 别人开单了没有 当然有的开单有的不开单 前三个月我学很多东西 好 房地产干了五个月没干 是因为其实你没开单 对不开单 酒店门童呢 因为当时已经是十月份十一月份了 天比较冷 站在门口上挺冷的 挺冻的 别的门童不也这样吗 又不是光你一个人冷 对是 但是那个也没坚持下来 挺累的 因为门童的工作干嘛呢 什么不累呢 我说我坐站这儿我都累死了 但那个比这个更累 行 好了 我不能再问一下 再问下去你今天得全灭了 光泽你 刚好你又没有特别成功的一件事 就刚才所有的简历都是失败嘛 有吗 有吗 问他 他问你有没有最成功的一件事 干的比较成功的就是婚礼主持人这个 就那一千二是吧 也不是那一场 就是 就那最高的嘛 就是职业类型里边的 这个光泽 我有一件事情 我确实没有明白 就是你干的 你说一般人去修学 你修学 你像沐妍 是修学创业是吧 反正很多人修学创业 他是有 真的是有一些事情 可以能成功的事情他去干 你干一个兼职你就修学 你就修学 我挺不理解的 首先这个兼职不是因为兼职去修学 是当时我已经 不是 你刚刚不是说 你是因为要干一个兼职 就是卖房子了吗 然后修学了 那卖房子不是兼职 不是兼职 那是正式入职签了保证合同的 就是为了去做一个职业顾问 去卖一个二手房 然后你就修学了 对 然后 而且你干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一点业绩都没有干出来 没有出单 对 是没有出单 但是转正是分的业绩 那你是大几修学的 大三 大三修学 你不还有一年吗 就还有一年了 你就等不及吗 这事情讲不通 对 反正不太理解 因为我做兼职的时候 坐着坐着我就不想上课了 要是就不想上了 我其实最初的想法是 光泽 你把脑子理一理 你的话太多 你把脑子理一理 大学本科没上好学 然后跑到跟中专的同学一样去当门童 你还没坚持住 从头到尾我听你就是个loser 而且脑袋很蠢 你没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你浪费了你十几年的精力 在一个比较好的大学里 然后就去干门童了 这是我从头到尾面是 没见过这么蠢的方式的人 你能不能理清楚 你到底在干什么 对 好 对 没错 再 首先如果说几句 你还说对 是 确实有道理 真是这样 因为我在13年离开学校的时候 已经有点迷茫了 你知道吗 首先前一辈工作的受挫 对我打击很大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因为我当时既然给力休学了 虽然你只干了不到五个月 但是后面几个月 你还没有回到学校 是不是 但是你还得生活 继续 必须得工作 你看哪有人一年 连续一年内做这么多低端工种 还没有坚持下来的 你的很多工种 只需要一个事 体力 你连个体力都坚持不下来 你可别小看人家这体力工作 你带着这工作的岗位的歧视 我不赞同 不是 就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吗 这个不是基本不基本 基本的 体力都要有吧 每一个岗位360行 你没听说他当门头 因为字坚持不下来吗 是这样 你之所以质疑他 是因为他从一个貌似 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干了一个所谓的低端 他又没干好 你才是对他质疑 但是我们不要质疑那些岗位 那我 门头怎么了 这个我纠正 门头是不是好多大学生去干呢 这也没有高低费见 这个没有高低费见 我赞场 绝对是赞的 好吧 但是我说的是 同样是同学 你看他能因为冷那一个词 刚才童老师问他了几遍 他都说因为冷 你要这么说我就支持你了 但是你老啰啰啰嗦 对我不支持了 你就这么说 我刚才表输错了 我认错 你就是有歧视 你就是江湖中人 对 我对他简直是气氛不已 八个四 对于所有入职场和在人生旅途当中 的人都很重要 自知 自明 自破 自立 而这个孩子在第一步就没有完成 我觉得现在可以给他一个这样的问题 马上第一轮要选择了 你刚才所说的都是对你不利的 请问我们为什么要给一个讲师的岗位给你 你说明白 因为我干这么多工作之后 我发现我还是愿意干讲师或者主持人 并且我从14年4月份开始就一直朝这个目标奋斗 并且自己接活还是面试这个讲师的岗位 一直都是朝这个目标去奋斗的 中间就没有换过 那你那么热干嘛还不出去跑活呢 因为现在 因为马上面临毕业了 你当初不就是为了坚持而休学的吗 对 是这样 但是活不多 现在又为了休学而不坚持 因为活不多 这是第一 第二个 是这样的 活不多 你老打有活呢 收入不稳定 并且你即将毕业 我看着你这么严肃而侃侃而谈的样子 我就是你 光泽 我听到现在就感觉你要当一个 在火车站和飞机场里边 书店里边放的那个讲师 你是要做那个讲师吗 段总 我的也在那放过 真的 我就感觉 我为什么这么问呢 我就觉得 他说话呢 做讲师呢 其实口不对心啊 你没有有感而发 你很难打动我们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其实光泽你从头到尾你没有担当过 你为你过去想的所有的梦想 你全是基于沙滩上构建了一个理想 你没有为之做过任何的 我们所谓的叫努力 因为冷拒绝一个工作 我一直在尝试 我一直在 但你这种尝试是 尝试无数次 我是慢慢确定我的目标的 我现在确定我要干主持人 干讲师 因为之前 我是有一段时间是一直想挣钱的 我不管啥工作都干过 我开个网店板和地单 还有很多工作都干过 我们都希望 有理想的年轻人 我就现在今天问你一课 慢慢地确定 我将来的职业方向 你觉得你们这样交流能交流吗 不在一个频道上 所以不要说了 很简单 我就在最后 还是给你一分钟的机会 好吗 想说点什么 我的梦想依然是讲师 培训师或者主持人这个方向的 这是最主要的 那么其他岗位我也可考虑 行政育并营策划方面的 也可以考虑 来这个节目并不是说 非讲师主持人其他工作不干的 好 这个是绝对不是的 多考虑是吧 最低薪水要求多少 五千以上 最好是五千以上 好了 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已经决定了 刚才问他 你为什么要因为讲师对吧 你说因为我想 然后现在让你订工资 说因为我需要这么多钱 然后并且刚才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你有这本事吗 王光泽我跟你讲 我非常生气 就是你开始给我展示的感觉 是你对讲师这个工作 非常的专注 非常的执着 然后呢 今天稍微受了一点压力 你就说其他工作也可以考虑 你是说你通过了很长的时间 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方向 对没错 方向是什么呀 什么叫担当啊 你问你的梦想要担当 要努力啊 他没有一句话在逻辑上 他说他喜欢主持人 但是主持人有活他不出去跑 他说他喜欢讲师 无限热爱 但他有门槛要五千 不是有活 对不对 他没有一句话在逻辑上 不是有活不去 他说他为了挣钱而休学 现在又为了回复学校 然后又不干现在的工作 你没有一句话在逻辑上 因为我家里人是很反对我 很反对我那个休学的 来吧好好详心自己的事再说吧 第一轮选择去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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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上台阶 他还回头看了一眼 有些选手回头看都不看 听着你们的那些建议 抱着满腔的愤怒 内心骂着这帮傻货 然后就走了 他还知道回头 就说明这个孩子 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假 希望他能够听进去吧 好吧 来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见